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阳光的部分露臉之下 紫外線都开始偏强 台湾本岛部分 中部以北的云量少 南部地区云量略多 但气温北部最热 到了36度 东半部地区的阳光非常的强 说到阳光 我们来看什么 来看一下真实色彩的云图 从这张云图当中你可以注意到 目前在南投的山区 跟阿里山这边 有一些云层开始要发展 所以下午在山区 还有包含雪山山脉这边 中央山脉北面向线这边 有一些云层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都在3000公尺以上 所以下午在山区活动要注意 你进入云区的时候 就是雾中了 所以在雾中爬山 行车都要特别注意 像下午的大雨林 荷欢山都容易有起雾的状况 还有福寿山农场 天气状况来说 平地的部分温度高 最重要风向吹着西南风 西南风进来之后 过了林口台地 北部下沉增温 过了阳明山系 下沉增温基隆温度高 那北部海面的风浪来说 现在目前因为也是西南风 地形作用浪也偏大 海边细水活动的朋友要小心 那南边可以看到风浪部分 在整个西半部算是平静 接着来看到卫星了 卫星上面可以注意到 太平洋高压势力仍然是偏强 目前看来这个高压的势力 一直要到下周二 下周三的时候开始减弱 我们才会有午后震雨出现 不过要特别注意 五六日这三天 北部的高温都会上看到 三十七度的高温 那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温度舒适 有点闷 白天的高温部分 在台北盆地会到三十七度 其他地方三十四三十五度的高温 山区下午有点晕层 南部地区也是中午热 东半部的阳光墙 外岛地区也是中午热 提醒您户外活动 要记得小心别晒伤了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3 4 4 5 9 5 8 5 1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